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位 是对埃及人民渴望改革的呼声做出的反应 但是他提醒说 这只是埃及过渡的起点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前 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 穆巴拉克辞职 并把总统权力交给了军方 奥巴马说 埃及还将面临困难的时日 但是他又说 他相信埃及人民能以和平的方式 本着团结的精神 找到那些未决问题的答案 就像过去几个星期抗议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一样 他呼吁埃及军方确保可信的过渡 保护埃及人的权益 取消紧急法 修改宪法 并且为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铺平道路 他说埃及的过渡 必须听取埃及各方的意见 奥巴马还说 美国将继续是埃及的朋友和伙伴 并且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 使埃及真正向民主过渡 早些时候 美国副总统拜登称 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 是历史的关键时刻 美国立法人员对穆巴拉克的辞职 也表示欢迎 修改并向民主过渡 毕童 谢谢大家